在這一次保齡事件 就台北市政府的立場 我們需要中央來協助的地方 包括實驗室的量能 也希望中央能夠加速整個 包括檢驗以及後續實驗室結果的出爐 能夠盡快地理清事實真相 好清楚 讓市民了解 第二 我們也很希望中央可以跨機關、跨部會 來妥籌、調查 台北市政府一定全力配合 盡快地向民眾有一個清楚的說明 到目前為止 我們即刻的在很多方面有相關作為 第一,在衛生局、衛政的部分 我們除了 第一時間即刻的要求保齡、相關分野、特定廳業 溯源相關的食材、供貨廠商 即刻甚至供貨等等以外 今天即刻要求 第一 衛生局已經成立各治療醫院 成立一個治療個案平台 也就是針對這一次比較罕見的症狀病例 即刻地來交流相關的治療作法以及資訊 第二 婚人局也已經要求下令各醫療院所 徹查以及清查相關症狀 包括這一次比較罕見看到的 敗血性休克以及肝衰竭 各醫療院所必須要不只提高警覺 而且一旦發現了解即刻的來做通報 警察局其實在第一時間當我掌握以後 我當面請警察局長必須要求 警察局以及刑大必須要介入調查 所以針對包括相關的進出貨資料 以及甚至員工的健保資料等等 全面的蒐集相關的證據 另一方面也訪查相關的人員 不管是店家的從業人員以及家屬 我們都製作完筆錄 另外對於監視器的主機也都已經扣押 另外就個案監視器的畫面 也一一的注意在調閱 所以這些我想檢察局也都完全配合 檢方的偵辦 我已經要求法務局即刻 今天完成不只包括保齡、大時代 還有遠東、國泰相關的保險 我們確認檢視所有保單 它所理賠的範圍是否涵蓋這一次的事件 所以我們會即刻加速的檢視 今天中午以前應該就會完成 我們要去除掉 最後期間,最有關的保險 最後一會兒 在延長的保險 我會在延長上 在延長上